3月28号在三辖区安息国小举办了一系列儿童节嵌注活动 包括园游会、才艺表演、跨国童玩等等 让同学们能够展现平时所学习的才艺 有助于自信心的建立 安息国小学务主任苏明俊表示 在儿童节前夕学校在第一节课安排上下课时间翻转 让同学们能够尽情在校内游乐 那另外一个重点的活动就是我们儿童节的这个表演活动的部分 那我们因为最近在学校的校园里面深色了一个木平台 那我们希望利用这个木平台的空间 让小朋友能够有一个展演的机会 那小朋友呢经非常踊跃的报名 在这个活动上面 我们一下子就报名了很多的小朋友 那我们甚至排到下周都还有这样类似的活动 那小朋友可以透过这样的一个展演活动 展现自己的才能 把自己的一些才艺展现出来 那我们也希望透过这样的一个才艺表演 让小朋友在校园当中培养自信心 让自己能够所学的部分都能够跟同学一起分享 学校同时也举办了异国传统童玩体验活动 安息国小辅导主任张秀文表示 本次童玩总共有五个关卡 分别是台湾的陀螺族蜻蜓 印尼的植聚鼓 马来西亚的汽水瓶盖剪竹签 韩国打画片 由学校的志工妈妈以及外籍授课教师 带领同学们唱完 安息国小呢配合我们儿童节的系列活动 那也一起办理我们多元文化的童玩体验 那有这个总统五官 然后其中有印尼的植聚鼓 还有这个韩国的打画片 那小朋友在透过这个体验的当中 也发现到 其实有各国的这个童玩 虽然它的媒材 或是它的名称不同 可是呢 它有一些玩法 事实上是跟我们台湾 是有相通之处的哦 本次带领同学们体验 马来西亚传统童玩的杨丽芬表示 今天为安息国小的同学们 带来减竹签与汽水瓶盖 都需要同学们发挥专注力 学生们也都表示 这些童玩具备相当的挑战性 今天我带来的话是两个游戏 就是我们马来西亚小朋友 就很常玩的一些童玩游戏 一个呢就是减竹签 然后另外一个就是汽水瓶盖 你看这两种游戏虽然是很简单 可是呢 它这是要动脑筋的 那我们今天参与小朋友 大家呢就觉得很简单 可是大家都玩得很开心 它是有难度的 如果挑战成功呢 他们也会很开心 那怎样算结束这样 就是把全部筷子都捡完 那另外一个什么呢 另外一个就是陀螺要转 然后竹心亭要上河线 就可以飞比较高 越南的筷子球还有台湾的陀螺 那你最喜欢哪一个呢 筷子球 为什么 因为我觉得有些难度 不过很好玩 在儿童节前夕学校 透过上下课时间对调 以及举办各式丰富活动 来让同学们在儿童节前夕 能够在学校尽情玩乐 同时接触不同文化 了解其他国家的风俗民情 增长同学们的国际视野 记者里跟姬姬新北报道